车子在往下滑 找了块大石头顶着轮子下面 这块大石头是原来水坝上面的石头 你把那水坝的石头搬到这来顶住车轮子 车轮子是顶着水坝丢了 这更像人民币 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受到压力 搞个汇率控制系统 汇率操控工程 全面的收紧使用外汇的 渠道 你要换1000块钱不给你 明天来拿200 把所有的需求减少 那么人民币汇率就稳住了 因为需求在减少 出口还在出口 外汇还在往里面走 花出去钱在减少 那你当然汇率稳住 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汇率稳在这个水平的时候 你会把经济掏空掉 你很多需求被抑制住了 因为花外汇其实也是在消费 他在消费的时候 对经济是有支撑的作用 你不让他花外汇 那么他就不消费了 这块消费不就没有了吗 这是一头 另外还有一头就是 资金外流 汇率稳着越高的水平 资金外流他能够带来的利益不就越大吗 势能差就越大 你本来市场预期 人民币汇率6.8 你现在维持在6.6 中间还差两 这就是市差 市差越大 外流速度越快 这就是资金外流的这个势能 那你现在浪得这么高 浪得这么高 你后果就是 资金在外流 这就是掏空经济 这个形势不能持久 还有一个外资 外资跑到中国的债券市场 那是干什么 套利嘛 你稳住人民币汇率 稳住了人民币汇率 他在外汇市场再做一个对冲 然后他把钱换成人民币 买国债 放到那里 然后对冲掉所有的汇率风险 这是一个无风险套利 大量的钱跑到这里来 无风险套利 是 短期之内里人民币汇率是稳住了 但是你别忘了 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是无风险的利润 这个钱他挣的那太简单了 所以大量的钱往这边跑 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用割肉的方式来维持 用资金流出的方式来维持人民币汇率 用遏制消费需求的方式来维持人民币汇率 代价是很大的 现在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他的平衡 这不是危险的平衡